光之兄弟群体 姐妹灵魂、宇宙灵魂、双生灵魂的融合方式 在灵魂的旅程中他们既要进化又要向源头回升 这是个很庞大的题目 我们要跟你们谈谈那些相遇在一起 从一生走到另一生 从一个体验走到另一个体验的灵魂 通常灵魂是通过灵魂群组来运作的 这样的群组可以包含几千个 甚至几十万或几百万个灵魂 这产生出一种合力 一种强大的力量 这能量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 远远超出你们的人类意识 我们以前对你们讲过灵魂层面的事情 现在我们要讲的再稍微详细一点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从未真正告诉过你们什么是灵魂 什么是灵魂的工作 演变体验和进化 为什么我们从未讲过这些呢 就因为那时你们还没准备好 你们还不具备像现在这样的理解力 现在人类的意识已经大大的开放了 尤其是像你们这样不断致力于自身进化的人们的意识 我们要谈一谈那些与你们之间有着强烈吸引力的 你们所谓的姐妹灵魂 这类灵魂处在一系列生活的开端 它们可能曾是你们的父亲母亲兄弟 或是某个与你们有过深切的爱的交流的至亲 你们从他们身上可以认出与自己相似的振动频率 与自己相似的一小段经历 姐妹灵魂经常在地球上相遇 正如那些庞大的灵魂群组 也总是在一个又一个世界中 在一种又一种生活中重聚 以便为源头而努力工作 也为他们自身的进化 为他们的兄弟而努力工作 实际上 你们完全意识不到你们之所是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们只意识到你们所看到的自己 只意识到你们所感觉到的 所喜欢的 所厌恶的 只意识到你们自己的提升 自己深度的欢乐 以及你们作为人才能体验到的各种经历 这些体验非常强烈 他们必将带你们走向自身的转化与进化 走向灵魂在几千 几万次转世期间所渴望获得的一切 灵魂经常由于相似性而联合起来 以共同完成一项工作 联合在一起的灵魂实际上 在其他身世中就已经相似 他们不一定转世为夫妻 但他们会因为相互欣赏和相爱而联合起来 这属于第一个层级 这个层级可以持续几千年 也就是说你们可以与一位姐妹灵魂一同前行 你们与这个灵魂在几千年间 有着非常相近的振动频率 一千年算得了什么呢 算不了什么 绝对算不了什么 对你们来说这很漫长 那是因为你们在物质中 一次只能活乎一口气的时间 我们不计数年份 因为他们不存在 那只是一些实验阶段 融合阶段 在这期间灵魂们学习爱 学习给予和接受 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大部分 都处于这第一个层级 亲密相遇的第二个层级 与我们所谓的宇宙灵魂有关 为什么称他们为宇宙灵魂呢 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 姐妹灵魂的阶段 超越了那种吸引 超越了那种有时表现 为血缘关系的阶段 他们也超越了我们 可以称之为情感的东西 特别是在第三维度中 这情感将一些灵魂吸引 到另一些灵魂身边 而这些宇宙灵魂 已经超越了这个情感的层次 他们曾一起旅行过 我们说旅行是因为这个词很恰当 灵魂在不停地旅行 它探索、组合、成长、奉献、接受 这就是你们之所 是进行的无尽的旅程 因为你们都是化身为人的灵魂 相遇在一起的宇宙灵魂 通常已经获得了 和对其自身之所示的某种认知 为了让你们理解的更清楚些 我们来做个概括 只有当宇宙灵魂共同在知晓 智慧和爱中走过了一段漫长的灵性之路时 它们才能重聚 那时会有某种像是通知 记好之类的东西使它们认出彼此 但那与双生灵魂的相认不同 这是在另一个层级上的 这个相认可以在瞬间发生 也可以拖延一段时间 这些宇宙灵魂可能会为了在地球上进行某项特定的工作 而联合起来 我们再说一遍 为了在地球上进行某项特定的工作 这个联合往往会持续六个月 一年十年 但不会持续终身 这种联合通常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年生活阶段开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但通常这种相聚只是为了进行一项短时工作 总之它们的相互辨认出来 这个层级和上一个层级一样 也有许多台阶要上 宇宙灵魂同样是由于相似性而一同前行的 并且也要逐己往上走 莫尼克 它们让我看到无穷无尽的台阶和阶梯 这些台阶非常高 而且相互隔得很远 灵魂在成为宇宙灵魂之前要跨上许多台阶 而宇宙灵魂在知晓和吸收源头的理念之前 也要跨上许多台阶 我们有我们对于源头的理念 而你们则有你们的理念 但这些理念都只能算半个真理 拥有那唯一真理的是上帝 是源头 你们越往上走 就越会逐渐领会 吸收体验和知晓那个真理 灵魂几乎都是成群结队的向着源头上升回去的 所有的灵魂都将变成宇宙灵魂 所有的灵魂都将遇到另一个与自己的能量十分相似的灵魂 他们将很高兴一起走过一段漫长的路程 在每一个台阶上 灵魂都在进化 他们的结合会越来越紧密 因为到达某个阶段之后 就不再有任何帷幕的遮蔽了 他们将认出彼此的能量与振动 认出彼此的爱 认出彼此发出的声音 在漫长的时间之后 这些因相似性而结伴回生的灵魂 将变成我们以前讲过的那种无形的存有 你们都将变成无形的 当然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 在地球上会有一些已获得巨大进化的宇宙灵魂 紧密融合的灵魂 他们暂时来到这里是为了执行某项特定的使命 这些特定使命通常与地球 生命和人类有关 这些灵魂往往意识不到自己之所事 也意识不到自己计划要做的工作 以及自己的巨大作用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做着工作 因为他们是在物质当中 而且事情也本该如此 然而由于某种原因 这些灵魂可能会渐渐发现自己是谁 发现自己来地球的原因 以及自己的使命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通常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与之相似的宇宙灵魂 而那个灵魂对其产生了一股推动力 我们对你们讲的这些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有点复杂 这不奇怪 因为在灵魂的旅程中他们既要进化又要向源头回升 这是个很庞大的题目 而我们只谈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你们中有些人在想这么一个问题 当我们向源头上升回去时 我们要与许多灵魂融合在一起吗 答案既非是也非否 就是说在某个层级上融合是在全然的爱中进行的 处在爱中的无形存 我们可以融合在一起 这往往是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因 那就是他们可以既成为一个整体 又不失去其个体性 他们可以成为 一 就是说每个灵魂在与源头融合前 都将始终保持着他在深深适适中体验和储存的所有经验 即使在他与源头融合之后 他也将对自己所经历的保有某种意识 不过这个意识将变得无足轻重 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源头完全的融合了 这个题目确实不太好讲 因为我们不能讲得太深入 而我们之所以只讲一小部分内容 是因为在物质中化身为人的灵魂们 不一定准备好了去知晓他们之所事 我们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你们作为人性意识 灵性意识和神性意识的存在状态 我们现在要谈谈宇宙灵魂的神性部分 在他们足迹扬生的某个时刻 这些紧密融合的宇宙灵魂会完全吸纳他们的神性部分 他们成长为上帝 他们成长为源头 这是根据他们所体验到和将继续体验到的 而自动发生的 在最终深入源头之前 每个灵魂 每个神性部分都在不断地体验着 进化不会在某个台阶上停止 无论是哪一个台阶 进化会继续下去 直到那个灵魂及其全部的补充部分 尤其是他的神性部分回到了源头 现在我们要跟你们谈谈你们所谓的双生灵魂 当你们在那些太阳中诞生时 你们灵魂的一部分决定去某个世界上彻底的体验物质 而另一部分则深深希望去体验能量的层面 以及那非被创造出来的永恒的层面 灵魂的这两个部分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从一生到另一生体验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而到了某一个时刻 当他们成为宇宙灵魂时 这两个部分会相互召唤 仿佛他们已准备好融合为一 到达某一个阶段后 体验物质的那个部分已再没有什么要体验的了 这个部分就在你们自身当中 你们生来本是完整的 是在你们的灵魂诞生后决定分离的 因此灵魂的这个部分召唤他缺失的那个部分 召唤他的能量部分 然后他们融合在一起 这个融合也可以在很多层面上进行 融合这个词在你们的头脑中有点模糊不禁 其实他指的是在振动频率中 在爱中的相认 而那个爱是超出人的意识之外的 为了让你们更好的理解这一点 我们要说的是 你们现在处在物质当中 你们在物质中相爱 性别相反的人们 因为有两极性 可以感觉到那种融合的状态 那状态将它们带到另一种振动频率之中 带到另一种能量 另一种意识之中 带到一种超越它们的爱之中 对于在地球上化身于人类身体之中的灵魂来说 这是有可能存在的 而超越人类身体之外的融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为那不需要身体的融合 那个融合是在另一个意识层面上进行的 所以你们不一定能够领会 它是那么的强烈 以致你们有时无法承受 以致你们有时不愿让它发生 因为它不符合你们在这个密度中的存在状态 不符合你们所熟悉的振动 那就像是一次振动上的袭击 对于你们作为人类的存在状态来说 它带来的困扰要大于快感 很难像你们把这个解释清楚 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你们将越来越多的感知到 与你们可能会遇到的其他灵魂的这种融合 我们再说一遍 这和你们与另一个人之间的那种融合所带来的感受毫不相干 这不是同一种振动频率 不是同一种爱 不是同一种能量 这是另一种东西 它与你们自身的其他部分有关 而不是与你们所了解的部分有关 你们对于自己之所是知道的不多 你们只看到 觉察到 感知到自己真正之所事的百分之一 渐渐的 许多东西将在你们身上解锁 你们将感知到 觉察到过去你们在自己和他人身上 都无法感知与觉察到的东西 在一个很高的维度里 你们将能够感觉到与许多灵魂在能量中的融合 但那与你们在物质中所感觉到和了解到的融合不同 在物质中 你们作为人类的存在状态和你们的人类意识总是构成障碍 因为头脑智力老是要对感觉加以分析 当你们在物质之中时 你们总是想对自己感觉到而又不懂得的 无法分析的事物说上些什么或是给出个解释 而在另一个维度中 在某一种意识层面上 就不再有分析了 有的只是体验 我们讲这些是为了让你们准备好和那些振动频率 非常接近你们的人联合起来 去体验那超出你们作为人类的存在状态的 超出你们自身振动频率的东西 我们并不是专指宇宙灵魂说的 也包括接近你们的所有灵魂 你们可以把它们叫做姐妹灵魂或伴侣灵魂 伴侣灵魂这个词也可以用 因为伴侣灵魂往往是目前你们正与之一同工作的灵魂 你们可以自定义为伴侣灵魂或姐妹灵魂 为什么叫姐妹灵魂呢 这正如你们不是今天才第一次听我们的教导一样 你们与那些灵魂聚在一起也已有过很多很多次 只不过你们完全不记得了 你们一定要知晓并认同的是 我们再说一遍 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只持续短短的一瞬间 当然对人们来说这个瞬间是很长的 但相对于永恒来说那只是一个瞬间而已 你们今晚在这里的人 要认识到你们已经共同经历了许多许多个瞬间 无论是在这个时期 还是在地球上以前的许多其他时期 此外伴侣灵魂也常常是由于震动的相似性而结合起来的 我们以后还会再跟你们讲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题目非常之大 带到足以淹没你们 因为你们渴望知晓 而目前某些帷幕尚存 所以你们很难真正的知晓 而有时当帷幕的一脚微微掀起时 这又会使你们产生大量疑问 结果不但不能帮助你们 反而会困扰你们 我们认为 我们已经根据你们的理解力 和这个题目的意义做了相对较好的说明 我们下期见